铺点米 蒸点米饭 从跟我先生结婚以后 这个醋溜辣白菜 人家不爱吃 他爱吃他们家的那种炒白菜的方法 我们家醋溜白菜做的 就是我妈妈家 哎呀 我就觉得那真是美味 可是人家就不爱吃 他不爱吃辣 而且不爱吃酸的 先生他自个儿的家 吃什么样的白菜呢 都是切成那个圈的 就是他说这样的纤维 比较短 他们那个好吃 我就跟他结婚这么多年 也是就是做过几次那个醋溜白菜 他一不吃呢 我就不做了 您说那点弄孩子 孩子也小 回到家 还又做他爱吃的 又做我爱吃的 没有那时间 也没有那精力 所以呢我就是 既然咱是家庭主妇嘛 做饭嘛 我就寄着他吃 他爱吃的呢 我就做 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先生 就这种 就是他的这种做法 这白菜 再加点豆皮 他就特别爱吃 吃到现在是天天吃 他也吃不腻 我就不行了 我跟他吃这个菜 吃的我一见到这个菜 我都想这样了 真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家做的那个醋溜大白菜 那可是我从小爱吃惯的 我给他做不了晚上 现在我也退休了 我也有的是时间了 我就不能光记着他了 是吧 给他该怎么做怎么做 中午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呢 我就给自己做一个 醋溜大白菜吃 哎呀 这也是小时候的 那个记忆 所以就是小时候的 一些东西 虽然就是很贫穷 那这儿啊 就是一个大白菜 我都想起来 吃的都特别的香 好 我现在去炒白菜去啊 一会儿米饭熟了 中午我就吃 米饭就这个 醋溜大白菜 还带点辣味特别好吃 够了 用这果树味试 清除一下白菜上的残留的农药 泡一会儿 时间到了 把这关了吧 咱切菜 哦对了 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件事 待会儿再切菜吧 我刚才关这个 看这是开啊 这是关 我刚才关了 是刚才我把这个菜刀啊 还有菜板啊 还有筷子 看看这是筷子啊 我都给它杀个菌 消消毒 前两天好多网友 看我那个做饭的时候 用这个菜板啊 还用这个菜刀 就问我 哎 恩娜姨 你用的那个刀在哪买的呀 你那个菜板在哪买的 其实我这是一套 不是分着 这一套呢 这是一个箱体啊 这是一个那个 就是杀菌消毒的那么一个箱子 它这儿呢 有就是随着这个 一块过来 一块带过来的 就是一个这个刮皮器 看到吗 这是个刮皮器 这个是一个水果刀 这是一个菜刀 这儿还留了一个预留的一个口 就像咱家里 自个家里的这刀 也可以放在里边 也可以放里边 然后这儿还有三个菜板 这是一个生 切肉啊 鱼的板 生的 生食的 这个是一个熟食的 这个就是切水果的 我就用它切蔬菜水果 就行了 这儿还有一个就是 消毒筷子的地方 我觉得这要是家里 有老人孩子的 准备一个这个 特别适用 这白菜哈 是这样切的 这都是跟我妈妈学的 这样是片 片成大片 别直接切 炸斜刀切 现在这白菜 比我们小时候吃的白菜要好吃 现在这白菜都没有帮子 小的时候我们连白菜帮子都吃 但是也觉得挺好吃的 这一大碗 其实炒出来也没有多少 切点葱花 把这干辣椒 给它搅成段 所以这白菜 就让它不吃 还是西瓜 得到 黑菜 再得到 这对 的 水果 这 水果 放入 水果 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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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